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设立了集宣传教育、培训学习、资讯查询和交流沟通功能于一体的食品资讯站 在站中设有业界专区和展馆两个部份 业界专区主要介绍本柱食品安全厅的架构和职能 同时提供相关卫生指引和指南 并且设有登记食安电子预告服务 等业界接收食品的预警、食安提示等最新资讯 而展馆则开放给教育机构、社团等预约参观 以牛奶为主题 带出由农场到餐桌、环环相扣的食品安全概念 从而加强参观者的食安意识 刚刚讲到的展馆有多个不同的区域 再交给你介绍一下 展馆作为推动食品安全教育的重要一环 合共划分了五个不同的区域 第一区就是优质自养区 讲解如何生产优质而安全的奶和肉 从而带出自养动物和栽种植物之间循环不息的关系 第二区就是生产加工与检疫区 介绍如何将农场的牛乳 制成我们饮用的牛奶 以及奶制品 由入口到零售层面的把关工作 第三区就是牛偶探尋区 介绍不同的加工技术 以及存放牛奶的正确方法 第四区就是食品与健康区 通过面包和杯面的模型 教育市民留意食品标签 并且设有体感游戏 让小朋友可以学习食安的详识 而此外 我们也加入了和代堂相关的内容 提高大家对代堂的了解 而第五区就是环球食品议题区 藉着食品了解全球大环境 例如极端气候 环境污染 粮食危机等等 由饮食消费延伸到履行社会责任 展馆的设施内容不十分丰富 并且预教学与游戏 有兴趣的参观的团体 可以如何预约呢 本署提供免费的预约导赏服务 时长大概40分钟 欢迎社团、教育机构等团体 登入食品安全资讯网 下载和填妥相关的表格 再透过电邮或全真递交申请 如果对预约参观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办公时间里面致电 82961239 或者82961231查询 好 感谢吕小姐给你介绍 谢谢 节目时间到 就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